如果说在通辽宇宙里有哪部电影是最有存在感的 那么非2005年上映的电影《战争之王》莫属 这部获得了7000万美元票房的电影在当年并不算多出色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部电影的口碑一路走高 逐渐成为了影史的经典之作 《战争之王》的口碑来自于其优秀的细节 这部电影力争做到人物故事都有原型 比如主角的故事结合了现实中的五个军火商人 其中的非洲总统的原型是利比利亚的查尔斯·泰勒 而事实上 电影中不仅仅这些重要角色有原型 连一些存在感为零的龙套角色也是有现实原型的 比如 还记得主角尤里为什么会萌生倒卖军火的念头吗 因为他作为乌克兰一民住在纽约的布莱顿海滩 某一天他莫读了两个俄罗斯枪手 拿着AK去找一个人激烈交流了一番 从此诞生了一个念头 实际上 这些俄罗斯枪手并非导演凭空虚构 在当年的纽约布莱顿海滩 的确有一群苏联一民组成的黑帮 而这些红色黑手党的领袖叫做 叶希夫暴力所为习阿格隆 苏联犹太人 1932年出生于雷宁格勒 父母的身份不详 但这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在这样的时间出生在这样的地点 谁都知道他将要经历什么 9岁那年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 而惨绝人寰的雷宁格勒卫生站随之展开 中国阿格隆的少年时代 他唯一的感觉就是饥饿 1941年9月 雷宁格勒的学校宣布延迟开学 随着纳粹的包围逐渐收紧 城市执行委员会开始严格限制粮食配器 在一开始 像阿格隆这样的儿童 每天还可以获得300克面包 但随着时间的退移 供给量越来越少 进入11月寒冬 委员会就只能提供125克了 漫长的饥饿让阿格隆一生都无法忘怀 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他 用文学家的语言形容饥饿的感觉 开始是愤怒 竟然是焦虑 几天以后走路开始变得艰难 进而连思考都变得十分吃力 情绪和感情变成了负担 思维和身体逐渐分离 死亡随时都会降临 对于少年阿格隆来说 目睹死亡是每天生活的日常 他亲眼看到叔叔饿死在床上 也看过无数饿瓢倒闭路旁 路人对于死亡熟视无睹 因为没人有多余的力气埋葬死者 有一个饿的打换工人挖不动动土 城市委员会只能用炸药 崩开一个大坑来将尸体掏扫掩埋 与当年的列宁哥乐相比 地狱都显得温和了一些 十几岁的阿格隆无法理解 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他只有一个梦想 找吃的填饱肚子 为了找吃的 他先是盗窃同学的食物 近日开始偷窃食品配给多一些的家庭 大多数是前线的工人或者工程师 阿格隆每一次盗窃 都意味着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将饿死 但饥饿中的人很难有道德感 除了盗窃外 诈骗抢劫 任何能够获得食物的事情 阿格隆都会去做 对于阿格隆来说 犯罪意味着活下去 而高尚只是高尚者的墓志明 1944年1月27日 随着法西斯的全面溃退 列宁哥乐围城站正式结束 但令阿格隆奇怪的是 虽然城市解围 饱餐一顿不再是奢侈 可是那种饥饿的感觉并没有消失 反而越发强烈了起来 近900天的列宁哥乐围城站 给他的一生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从此 阿格隆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个目标 要吃饱 要不惜一切代价 过上富裕和满足的生活 应该说 阿格隆后来实现了这个梦想 只不过是通过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 随着战争的结束 苏联的社会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可是对于阿格隆来说 尴尬的情况来了 由于过去半工半毒的生活 战争后 阿格隆都能化水平 马西埃听了嘴嘴点根眼 找不到工作的他 基本只能出苦力 跪着问心无愧的日子 对于他来说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未来漫长的错过 面对如此情况 阿格隆果断选择了因地之仪 他发现 自己虽然没有技能 但却有些技能 过去几年盗窃经验 让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在发展副业方面 小有天赋 如果人注定要出苦力 我希望我的回报是拼力 可是 残酷的现实很快教育了阿格隆 在列宁格勒 没头几次 阿格隆就被送进农场了 列宁格勒 毕竟不是奥德萨 没有安德烈 开神头培训本 阿格隆的盗窃技能 基本全靠自我领悟 除了技巧外 拥有一切感情 当城市秩序恢复正常后 城里的人又不是小龙侠 阿格隆立刻就被逮了 对于进监狱这件事 相信看了这么多集狠人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同样是监狱 普通人进去是改造 通聊狠人们 进去是深造 在第一次龙场教育后 阿格隆痛感先飞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确实没有盗窃的天赋 自己的未来应该在诈骗界 于是 没过多久 阿格隆又因为财务欺诈 进监狱了 然后他开始了第二次无盗 翻人回屋后 他得出的结论是 诈骗也不适合我 但作为一个犹太人 我是不是有点经商天赋呢 要我去黑市上 倒卖非法物资吧 这次只要我小心谨慎 加以十日 必成大器 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阿格隆就三次返厂了 而且这次被怕了十年 在龙场中三进两出的阿格隆 这次彻底推了 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 干一行来错一行 这怎么想在世界上有点作为 就这么难呢 本因为我是悬崖上的一朵花 难道到头来 我只是人海中的一粒沙 沮丧的阿格隆 此时没有意识到 一个神奇的组织 此时已经对他投向了赞许的目光 这群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苏俄绿贼 绿贼组织 之前在通辽宇宙中也几次登场 作为纵横苏俄近百年的 原教旨主义犯罪组织 绿贼组织致力于网络 世界上最纯粹的罪犯 而正是这些苏俄老炮 深刻的影响了当代俄罗斯 乃至整个世界的犯罪格局 现代人对绿贼这个身份 是有一定误解的 总觉得只要在苏联犯罪的老炮 就是绿贼 实际上 由于门槛过高 真正的绿贼极其稀杀 2019年 全球大概也只有400多人 最低时总数不到200人 是真正的忧中选忧 实际上 为了确保每一名绿贼 都是坚定纯粹的社会渣子 想要成为一名绿贼 是需要经历一套复杂的程序的 首先 要有权威老贼 对新人进行思想启蒙 这项启蒙运动 大概要历时半年到一年 主要的内容 是带新人熟悉绿贼法 这是一套极其严苛 而且极难遵守的法律 比如几大基本原则 一 绿贼应弃绝 包括父母兄弟在内的所有亲人 并且不许结婚增加 二 绿贼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从事任何合法劳动 生活来源只能依靠犯罪 赌博和其他罪犯的供养 三 绿贼不得与政府 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与合作 不得以任何形式 为官方和军警提供任何服务 不得从事任何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四 绿贼应该向年轻罪犯 教授自己的犯罪技术 并且对任何罪犯施以援手 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来 绿贼团体是真正的 原教制主义犯罪群体 拉姆跟他们一比 那算是遵纪守法 龙金在他们里头 都算是老实八交的 在绿贼面前 教皇都算是信仰不坚定的 当新人了解 并发誓遵守绿贼法后 当地绿贼会召开全体会议 讨论是否接纳你 有半数以上的前辈同意后 你才可以通过 通过后的绿贼 会为文上绿贼的文身 以作为传承的象征 同时也作为将来警察 抓你时候的连作证明 那么条件如此严苛 代价如此高昂 成为绿贼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 成为绿贼 基本代表了 一个人在黑道上的终极成功 除了黑道的地位 直线上涨外 绿贼还可以获得 大量的实际利益 比如绿贼中有 共享的绿贼基金 其核心原则是 取之于贼 用之于贼 致力于为每个绿贼 提供犯罪事业的天使轮 同时 绿贼还可以获得 其他老贼们 毫无保留的技能传授 和事业帮助 大家共同进步 一起成长 分享先进经验 一句话 对于致力于混黑道的人人知识来说 能加入绿贼组织 是许愿势里的 王八都不敢有的 非分之想 除了入门门槛高外 绿贼还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随时监控 每个绿贼的行为 以杜绝任何 改邪为正的企图 不过 为了保证 不冤枉任何一个坏人 组织还制定了 严格的审判机制 杜绝冤雅错案 当判断一个绿贼 是否违反了邦规时 需要由当地全体绿贼出席 所有人都有平等发言权 共同讨论罪行 及惩罚措施 曾经有一名绿贼表示 国家的法庭 只不过有几个法官定罪 而我们审判一个绿贼 却需要几十人共同讨论 究竟是谁在操见人命 虽然审核非常严谨 但绿贼界的惩罚 却非常简单 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对于轻微犯罪 刑罚是公开打一个大嘴巴了 受刑人不能躲闪 这一下会导致受刑者的黑道权威 大大降低 第二种是违反绿贼法 在未涉及重大原则的罪行 具体方法是公开被捶耳的 虽然并没有多痛苦 但这象征着一个绿贼 被剥夺了黑道权利 相当于被降级成了贼外人 第三种刑法 适用于与政府合作 贪污公共基金 未经会议允许杀死其他绿贼 等原则性犯罪 具体刑法手段 那就没法说了 至今四项羽 莫在时棱中 无论手段如何 结果无一例外全都是死 讲述了这么多背景 你就会知道 阿格隆能被绿贼们盯上 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 说来比较幽默 虽然阿格隆经历了残酷的围城战 但当地的绿贼组织 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理由是 这群大哥早在战前 基本就在蹲监狱了 而他们不当兵的传统 又让他们不会参军兼刑 因此反而活过了战争 当列宁格勒的老贼们发现 有个小青年 在通料农场里反复畅流之后 他们立刻意识到 这是个好苗子 这样的禁欲系人才 如今不多见了 因此对他发出了邀请 小兄弟 跟我们一起混黑道吧 对于绿贼们 伸出的友谊之手 阿格隆极度震惊 对于俄罗斯的流氓来说 绿贼组织 就像圣殿骑士团一样的 传说组织 他早就意识到 就自己这个犯罪水平 上幼儿园立棍的 都得被人绝了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 他很快就震惊了 他朴素地理解了 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没有理论的指导 一切的实践都是徒劳啊 作为苏联的第二大城市 列宁格勒的监狱中 可谓群星辉碎 大量的老绿贼 为阿格隆传授了 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经验 让这个新人大开眼界 认识到自己不足后的阿格隆 开始刻苦攻读 好死不死的 他所在的监狱 拥有全苏联最大的监狱图书馆 而且这些书 大部分都是囚犯们自己创作的 前有书籍的理论指导 后有老贼的严权身教 阿格隆的福分 这还小得了吗 很快他就成为了 黑道界的技能大师 1965年 阿格隆正式出狱 也又行了 1965年2月 阿格隆开始重新上路 他一上来就选择了 当年世代过的财务欺诈 不同的是 这次经过了老贼们的提点 阿格隆迅速获得了成功 成为列宁格勒 首屈一指的金融犯罪专家 不仅如此 在其他犯罪上 阿格隆也劫爆频传 阿格隆成为了 艺术品造假界的巨破 后来卖假话 很快积累了大量财富 可是 正当阿格隆的犯罪事业 一路涨停的时候 绿贼组织却对他提出了异议 按道理说 对于一个如此能干的成员 列宁格勒的绿贼们 应该很欣慰 可事实是并非如此 因为大家发现 阿格隆越来越不像一个绿贼 甚至都不像一个流氓了 在大部分时间里 阿格隆都穿着精致的虚装 系好各种花色的领带 打扮得跟特鲁西略一样 然后再出门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罪犯 反而像个商人或教授 更重要的是 相比于物理交流 阿格隆居然有了精神追求 他经常带着妻子出席音乐会 这简直是公然挑战绿贼法了 按照绿贼法 绿贼是不可以结婚的 而阿格隆居然还跟不少官员 警察甚至克格勃亲近 按照绿贼法 这已经够判死刑的了 很快 他会允许阿格隆进行自我申辩 第一项指控很快就被拿了出来 结婚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铁律 需要实以耳光之行 面对完全实锤的铁证 阿格隆辩解道 各位兄弟 请问我从事的主业是什么呀 艺术品诈骗呀 这个活儿必须赢得冤重的信任 才能成事 一个连家庭都没有的光棍 谁能信任 他们不信任我 怎么卖假话 卖不出假话 怎么能犯罪呢 所以 本人的婚姻 完全是为了事业 牺牲个人生活 绝不是追求过稳定日子 没有一丝一毫 改邪归正的想法 绝不可能误入正途 而且 本着绿贼不承认 任何社会规范的铁律 苏联政府发的结婚证 在我看来就是擦铁骨纸 这怎么能算是结婚的兄弟们 你们居然认为 政府的结婚证有效 那是不是 你们才是违反绿贼法的人呢 面对这种异转共识 列宁格勒的老贼们蒙了 相比于这种POA 他们更擅长 用ICU的方式说服别人 几个老贼们一合计 阿格隆说的没毛病 指控撤回 除了结婚问题 还有第二项更严重的罪名 跟执法人员关系亲近 绿贼法对于条子的态度 只有一个 单手笔叶成为你弟 双手合十成为你爷 离你一句话都算我数 而你居然跟警察交朋友 这你怎么解释 对这项指控 阿格隆表现得非常愤怒 他表示 诸位的格局实在不太行 你怎么知道 我是在配合讨好执法人员的 我明明是在拉他们下水 我认为 我们对官方的态度 绝不能像过去一样 继续非暴力不合作 而是应该主动出击 拉更多的军警限特下水 这次阿格隆的狡辩 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大家觉得这个解释 有道理但不多 一部分绿贼认为 铁绿就是铁绿 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 而另一些绿贼则认为 组织要发展 必须要适应新形式 开发新打法 通过深度串联行业生态 才能形成新的引爆点 人家阿格隆做得不仅没错 而且还找到了 我们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呀 由于两边谁也没说服谁 最终大家绝对获悉尼 不对阿格隆进行处罚 但他必须停掉 那些看起来像正经人一样的 体面的生意 改做抢劫偷盗这些传统买卖 在沙俄和苏联 抢劫盗窃 绝对算得上红海行业 苏俄刚建立的时候 截到的人连列宁都敢抢 各路的黑帮劫匪 在苏联大地上 精英细作数十年 对于没什么 暴力犯罪经验的阿格隆来说 想要加入这种 红海行动并不容易 不过 此时的阿格隆 再一次展现出了 他的优势 他虽然身材也小 武德不张 却很有格局 面对卷的暴鹏的行业生态 阿格隆依然决定 在红海中寻找蓝海 他开辟了一个 新的盗窃群体 贪官 阿格隆认为 贪官是所有犯罪对象中 最理想的 这群人又有钱 又不敢报警 抵抗意愿也不强 实在是入室抢劫 上门脱到的绝杂群体 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 阿格隆也展示了 自己不迅云拉姆的计划能力 他从来不直接采与抢劫 他会让手下到外地 故打手干活 几年下来 阿格隆的事业再次起飞 苏联的很多官员 都被他光顾过 阿格隆的事业 也逐渐延伸到 倒卖外汇 消息葬洗钱 海外渡场等诸多领域 列宁格勒的警察和科科伯 都知道这小子有问题 在70年代中 其阿格隆的黑道事业 进入了发展瓶颈 由于没有证据 警察和科科伯 固然没法抓他 但阿格隆的事业 也无法再次扩张了 因此只要他稍有不慎 苏联的铁拳 就可能把他彻底毁灭 此时 来自少年的饥饿感 重新涌现出来 阿格隆迫切地 想要扩张自己的犯罪帝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他的名字叫做 杰克逊切尔尼法案 事情的起因 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纳塞尔率领的阿拉伯联军 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 被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 战后 苏联境内的犹太人 感到扬眉吐气 纷纷要求移民回到以色列 对于这件事 苏联最初的处理还算大气 经过审核后陆续放行 然后他们就得到了一个 非常离谱的结果 一方面 大量西方媒体开始痛斥 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反忧清洗 都是你们赶走了犹太人 另一方面 又有大量西方媒体 痛斥苏联侵犯人权 你们的移民审核 是对犹太人移民设置障碍 你们居然不让犹太人走 虚联是个号面的人 此时正在地缘争霸 关键期的他 对于西方媒体这种行为 极其不满 欺负老实人是吧 这次我让你明白明白 什么叫做设置障碍 1972年 苏联政府发布了一条命令 犹太人可以移民 但走之前 必须常团欠人民的债务 所谓欠人民的债务 其实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 在苏联 上大学算半免费 国家会给予不少补贴 这些补贴 自然算是来自于人民 群统表示 苏维埃是讲道理的 义务教育不收费 可是高等教育有成本 你们既然要去成为以色列人了 那么先把苏联 培养你们的大学学费 交回了先 这不算我利于虚心吧 如群统所料 政策一出 21个欧美诺贝尔获奖者 集体发表声明 痛使苏联收移民人头税 这是邪恶帝国侵犯人权 除了诺奖获得者外 其他豪杰也纷纷表达了 自己的不满 美国两名议员 连首相国会提出了一项议案 内容大概是 为了确保美利坚 继续致力于保障基本人权 如果苏联继续限制移民自由 美国就拒绝给苏联 贸易最惠国待遇 坦率的说 这是一个十分无厘头的法案 因为苏联和美国之间 本来就谈不上什么正常贸易 什么最惠国待遇更是扯淡 但美国人向来有 凭空灶牌的基础 自己在国内搞一套法案 拒绝的可以拿到谈判桌上 当外交筹码了 其实这件事 究其本质相当无聊 因为苏联本来也没有 真心想阻挡犹太人移民 而美国也并没有 真的关心苏联移民的利益 最终经过一系列口腔起操 双方达成了一个 不是结果的结果 苏联同意经过核实后 放行犹太人移民 并且每年直接向美国 移民5000人 协议达成后 美国宣布自己赢了 因为我们成功 让苏联放开了移民 苏联也宣布自己赢了 因为我方继续保留了 移民审核权 美帝的阴谋毫无用处 双方的态度 这是亲手王照镜子 双赢呀 但是如果美国未来知道了 这项法案会造成什么后果的话 可能他们会把两个提案的 欠登议员给耗出来一准拍子 达成了协议后 美苏两国携手走向新名田 苏联向国内宣布 有犹太血统的人 可以考虑移民美国了 而阿格隆立刻捕捉到了这个机会 阿格隆认为 他在苏联所遇到的障碍和平静 在美国绝对不是问题 现在是时候换条赛道了 他立刻向苏联政府 发出了移民申请 然后出乎意料的是 他的申请毫无阻力地 迅速批下来了 在当时的苏联移民部门 如果学者 工程师 艺术家等人 递交了移民申请 那么大多数都不会通过 然而当官员们发现 阿格隆这样与人为善的豪杰 准备移民时 他们迸发出了惊人的效率 以最快的速度 批准了他的移民申请 但令阿格隆没想到的是 在移民的路上 最大的阻力 居然不是苏联政府 而是绿贼协会 在当时的世界上 美国和苏联的民间交流 的确比较有限 阿格隆一走 就基本算是 You not bird me I not bird you了 本地的绿贼倒是同意放行 但跟熏宗一样 他们也有个条件 走可以 但得把钱还请 所谓还钱的性质 其实跟熏宗那个 高等教育补偿一样 绿贼组织也是有基金的 当年你小子贷款高抢劫 创业的天使轮 是组织上头的 你现在要走 得给组织回报 一句话 拿200万卢布来 拿得出200万 兄弟们跟你心连心 拿不出200万 兄弟们跟你玩脑筋 面对绿贼大会的 玩脑筋邀请 阿格隆不敢不认 但他表示 自己眼下凑不出 这么大一笔钱 自己能不能搞一下 抵押贷款 以国内的不动产 做抵押 推迟一年还债呢 对于这个提议 令格勒的绿贼们 也犯了难 最终大家决定 邀请常外支援 由莫斯科的绿贼代表 来定夺 最终他们请来的 仲裁员叫做 耶万科夫 莫斯科著名脑残 请注意 他的脑残 不是贬义死 而是形容死 由于年轻时的 一次高空坠落 耶万科夫的颅骨 严重损伤 也鉴定为精神疾病患者 1974年 他因杀人而入狱 但很快就因为 精神疾病被释放 在苏联解体后 成为了俄罗斯黑帮的 顶级大佬 这种优秀青年 简直是为绿贼生的 所以 得高望重的耶万科夫 被邀请来定夺 阿格隆是否可以移民 在听完事情的 来龙血脉后 出号小日本的 耶万科夫 只说了一个字 不行 耶万科夫说 绿贼最重要的传统 就是欠债还钱 阿格隆必须准时还债 否则就按规计办 耶万科夫的定夺 让阿格隆走上学路 他必须在出国前 还清限款 冲冠一怒出苏联 话被还了三四年 我们无从得知 他的具体手段 但最终 阿格隆还是在 1975年10月前 凑取了200万卢布 1975年10日8日 阿格隆匆匆走出了 纽约肯尼迪机场 阿格隆之所以选择 在纽约降落 是因为美国政府的 一个小花招 美国政府 当时故意在 除纽约之外的 所有地方 收取入境费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把苏联移民 尽量在纽约集中 方便日后管理 事实证明 美国政府的判断是准的 苏联移民 确实被集中到了纽约 只不过 他们的集中 可能并不会方便管理 在过美国海关的时候 作为一个绿贼的阿格隆 第一次对苏联政府 有了感激之情 对于自己多年来 庆祝难受的亮眼表现 苏联政府 居然在他的移民文件上 一个字都没写 他的身份证明上 白笔无瑕 美国人完全没有怀疑过 他自称的商人身份 礼貌的把他送入了国境 进入纽约后 阿格隆居住在 布鲁克林区的 布莱顿海滩 然后他很快就发现 这个地方 不仅全都是俄裔移民 而且在这群移民中 还有不少自己的老熟人 在布莱顿海滩 阿格隆每天都经历着 他乡遇故值的喜悦 哎呀 这不是奥德萨的亿万吗 什么 你说纽约是合投包 太好了 美国人有钱呀 哎呦 这不是罗斯托夫的有礼吧 你来这继续干抢劫呀 你说这边珠宝店挺多的 太好了 咱有空一起研究研究呀 在纽约晃荡了几天后 阿格隆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土 他发现 自己在苏联有太多老朋友 都来到了这里 大家初见高三 齐流海 再见三高地中海 终于还是一起 来到了这片热土 共襄胜举 自己丝毫没有一国他乡的孤独 反而有种 宾置如归的贵妇感 正当的感慨 美国是一片创业天堂的时候 一个念头 突然闪过了他的脑海 苏联对美国的移民 不过每年五千人 可是在这区区五千人中 怎么会有这么多豪杰 联想到自己被洗得 清清白白的身份证明 阿格隆好像突然明白了 苏联政府的审核标准 他妈的 不会是犯罪记录越多 越能移民美国吧 事实上 跟阿格隆推测的一样 苏联政府对美国的 移民审核标准基本是 犯罪越狠 通过越稳 老底座出来 送入海关 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 纽约的布莱顿海滩 迅速云集了一群 安居乐业的豪杰 很快就变成了一片 不不升级 晚无景翻的热土 身处这样一片腹地 阿格隆并没有着急创业 反而决定 先进行一些市场调研 从1975年10月开始 阿格隆就一直留恋在酒吧 打听纽约黑道的形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研后 阿格隆泄气了 干嘛的 来错地方了 纽约五大家族 多年来的精更细索 已经把黑道的份额 基本吃完了 百姓称穷鬼了 没油水可炸了 彼时的布莱顿海滩 是科伦伯家族的势力范围 具体的管理人 叫迈克尔·弗兰泽斯 这是个美国黑道 意识上的传奇人物 阿格隆不敢挑战 科伦伯家族 因此决定为所发育 从头再来 1976年末 阿格隆买了一块地 建了个俱乐部 名叫加勒比俱乐部 这个名字跟内容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一致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关 因为在加勒比俱乐部里 阿格隆提供的 是最正宗的俄罗斯音乐 和最纯正的福特加酒 连五娘都是乌克兰人 相比于加勒比俱乐部这个名字 这里叫古拉格大酒店 可能更合适一些 阿格隆开这家俱乐部 并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为了笼络一群 同样来自苏联的亡命图 比如本杰明 奈菲尔德 苏联奥运举重队成员 因为在停车场跟人发声口角 用匕首把对方一刀毕命 如果在苏联 本杰明基本死定了 但阿格隆为他找来了 18个目击者 以证明本杰明是正当防卫 最终本杰明无罪释放 比如艾米尔普泽瑞斯基 苏联特种兵出身 被苏联警察评价为 毫不犹豫杀人的疯子 阿格隆帮他伪造了 犹太义身份 让他顺利跑路美国 成为自己手下的头号大手 网络了这样一批生化部队 阿格隆觉得 是时候做点事的 在美国 由于行业生态完善 就有巨头垄断 他也不敢去其他街区收 只在布莱顿海滩本地收 专门炸同胞的油水 对于气压同胞这件事 阿格隆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而且 与意大利黑手党 11岁的保护费不同 阿格隆在布莱顿海滩的收费 相当随意 基本就是有多少要多少 老乡见老乡 裤头掏光光 而且 他跟意大利人的保护方式也不同 你给意大利人交钱 只要不是太麻烦的事 遇到问题可以去找他们帮忙 但你给阿格隆交保护费 换来的只是他短时间内 不会收拾你而已 相比于收保护费 阿格隆的商业模式 属于可持续性的节省而语 比如1979年 一个杂货铺老板喝多了 跟酒馆里的人吹牛 说自己攒了1.5万美元 给女儿当嫁妆等等 结果第二天早晨 他就接到了阿格隆手下的电话 要么拿出1.5万美元 要么你女儿的婚礼一遍葬礼 选一个吧 杂货铺老板替死横流地表示 自己真是喝多了吹牛 根本没多少钱 但阿格隆完全不停 无意的吹牛行为 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在同胞的血泪中 阿格隆在美国实现了原始积累 团队规模逐渐扩大 他开始把业务扩展到 赌博 抢劫 贩毒和打手服务等 多项业务线 但是即使如此 阿格隆仍不满足 他依然十分岂可 而就在他的业务蓬勃发展时 意大利人也注意到了他 在出道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 这群苏联移民的暴力程度 让科伦伯家族瞠目结舍 意大利黑手党号称黑道的贵族 虽然都是恶人 但他们的规矩不少 在暴力运用上稍有底线 而这群苏联移民上边杀人 连人家的宠物狗都不放过 实在是可怕得紧 在阿格隆团队崛起时 科伦伯家族正在内候 1979年 家族化石人迈克·弗兰泽斯 终于开始收拢力量 准备收拾这群苏联黑帮 双方立刻打成一片 各自动员了超过300日参战 火兵规模盛况空前 向外扩张 同时三方一起同力合作 属于纽约苏联黑帮的黄金时代 就要来了 从1980年中段开始 阿格隆邦的业务风狂扩展 它开始满纽约的抢劫珠宝店 奢侈品店的运货车 同时 它的根据地加勒比俱乐部 开始具备收担洗钱的功能 苏联黑帮的势力 也迅速向其他城市扩展 到1982年 阿格隆已经在美国的 7个城市中扎下了根 每天的净收入超过5万美元 应该说 阿格隆此时有资格 享受一下生活了 然而 对今年的贪婪 毫无止境的阿格隆 在花钱方面却毫无天分 这并不是他吝啬 而是他根本不知道 要怎样享受 虽然已经成为 纽约一流的黑道大佬 但阿格隆看起来 依然像个土鳖俄罗斯移民 他没有豪华别墅 住在一个跟 赫鲁晓夫楼很像的三居室中 他说这座公寓的风格 让他安心 他没有夸张的服饰 每天只穿 美国人看起来 很廉价的西装 连衬衫的扣子 也被他寄进 加上矮小的身材 和粗糙的面孔 怎么看都不像个黑道大佬 与此同时 阿格隆的生活习惯 也很别扭 他千方百计的 跑到美国 却很少享受美式生活 一直保留苏联人的习惯 每周末都去泡澡 工作日晚上 阅读俄为师哥 经常公开朗诵 有时候去砍人的时候 都要整两句 他依然喜欢音乐 保留了苏联人 听音乐会的习惯 甚至还和一个女歌手 结了婚 但是 婚姻美满 加资俱意的阿格隆 却依然不满足 儿时那种饥饿感 始终围绕着他 1982年年末 阿格隆联系了 科伦伯家族和吉诺维斯家族 哥们儿筹划了一个 绝对暴力的买卖 你们有兴趣一起参与吗 我保证 在他的前景面前 贩毒都算是本小利威的 面对如此说法 两大家族的人光速杀到 在加勒比俱乐部里 阿格隆公布了自己的企划书 阿格隆说 我手下的一个财务专家告诉我 他发现 美国的税收制度特别蠢 同样是柴油 用途不同 征收的税也不同 如果你拿着当汽车燃料 就要收重税 但如果你拿着当家庭取暖燃料 就可以免税 这种情况还可以 部分扩展到汽油和天然气 那么 我们可不可以做点手脚 把这部分税款吃进来呢 比如我们以取暖燃料的名义 进口柴油 然后再以汽车燃料的价格 卖出去呢 听了阿格隆这个天才的计划 会议室内没有任何喝彩 反而一片死寂 沉没了很久之后 克伦伯家族的迈克尔先说话了 你是不是有点大病 你是不是不知道 美国最强的势力是谁 你哪怕刺杀总统 家里有钱都能给你免罪 可是你要是敢逃税 你值不知道阿尔卡彭是谁 你这么牛逼 你画个正方形的圆得了呗 对于通行的质疑 阿格隆解释说 各位放心 国税局的凶残 我早有耳闻 也早做了万全准备 我们用来销售汽车燃料的皮包公司 是用我手下移民的名义注册的 只要国税局赶查税 我立刻就破产 再注册一个就是了 只要我们操作的谨慎 国税局不会发现的 经过反复振作后 最终三方达成一致 至此天下大乱 国家兴盲之际 我们很有义务捞上一笔 在黑帮的运作下 换牌的燃油在纽约正式开卖 很快就占据了 纽约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 随着生意的扑开 据科伦伯家族的一名头目说 在80年代 科伦伯家族每周 就能从这项业务里 获利上百万美元 巨大的利益 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在阿格隆的逃税生 一做的丰盛水起时 其他的黑道家族 也注意到了这块蛋糕 一时间 整个纽约黑道风起云涌 三家联盟面对着无数挑战 而就在这个时候 科伦伯家族再次爆发内红 势力大减 阿格隆已经守不住 这么大的蛋糕了 为了挽救自己的危机 他甚至不得不收买报社 在市民中宣传 以挽救自己的 已经臭不可闻的名声 但作为一个 自己晚上冻醒了 都不忘了给别人 鲜辈子的好人 阿格隆最终决定 我赚不到的钱 谁也别想赚 他认切了偷税的罪名 同时把燃料漏洞 公之于众 绝了后来者的路 算是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虽然我没迟到 但毕竟也没便宜别人 此时的阿格隆 已经赚得盆满不满 并且被警察高度关注 但他依然丝毫 没有筋喷洗手的意思 那种饥饿的感觉 始终围绕着他 去瞪着他 在黑道上不停息地前进 对于赌博这件事 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 叫九赌必输 实际上 九赌必输 并不是心灵鸡汤 而是数学规律 只要赌博的行为持续下去 那么输光的概率 一定是百分之百 而对于从不知 收手的阿格隆来说 属于他的输光时刻 也要来了 1985年5月4日早晨 司机兼保镖 鲍里斯·奈菲尔德 照例把林肯叫车 开到了阿格隆的公寓门前 奈菲尔德下车 倚着门抽着烟 那天是星期六 按照惯例 他需要拉着阿格隆 到曼哈顿的一家 土耳其浴场 很多黑道大佬 都喜欢去那消遣 对于阿格隆来说 这更是他一直保持的习惯 那天早晨 阿格隆早早起床 穿上了保守的细纹西装 戴上棕色软帽 他走出了家门 8点35 阿格隆来到了电梯厅 向电梯门走去 同时把手伸下了按钮 这时一名穿着运动服 带着太阳镜的男子 从走廊的一个角落走出来 似乎刚刚沉练回家 阿格隆思耗没有注意到他 男子在靠近他的一瞬间 突然掏出了手枪 近距离连开两枪 全部打中太阳穴 阿格隆应声 两面倒在了地上 鲜血慢慢晕开 这个一生饥饿的男人 就这样停止了呼吸 倒在了一国他乡的土地上 上帝赐给了他精明的头脑 社会也锤炼了他过人的胆识 可是他的一生 却从未真正地活过 当一个人选择出卖自己的灵魂时 终其一生 他都只是一个 被欲望意识的可悲的奴隶 优优独播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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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